民眾做愛心把舊衣回收 不小心誤丟新衣 馬上通知回收單位 幫忙打開回收箱 沒想到晚了一步 新衣服不見了 讓張先生很傻眼 他們業者是叫我們直接把它推倒 然後那怎麼會馬上行空呢 回收業者當下要張先生 自己把回收箱搬倒 自行取回誤丟的新衣 不過仔細看 回收箱裡鋸齒鐵片防盜設計 想要從裡面拿出衣服 不容易 如果有類似的情形在發生的話 我希望民眾也可以跟當事人接觸 或者我們清潔隊來做一個反應 我們會更積極的來為民來服務 讓張先生最傻眼的是 在4月19號勿丟新衣 隔天發現馬上打給清潔隊 不過清潔隊推給外包的回收業者 當天下午業者回憶 要打開回收箱得等一個星期 張先生只好自己回到回收箱 想辦法取回衣服 卻發現回收箱裡已經空無一物 民眾質疑是業者趁機提早 領走新衣 想說一號一個禮拜他來 因為我們家就在回收箱旁邊而已 他來收也沒有跟我們講 會摸我們去收而已 打開給他看 我們東西都換不去 同行 又是同行 那是什麼人的資源 也會去投手 民眾勿丟的新衣服跑到哪裡了 清潔隊和回收業者交代不清 區公所清潔隊把就醫回收業務 外包給廠商 遇到民眾勿丟新衣服找不回來 雙方各說各話 建成孟輝 彰化報導 打開給大家